如果我们市民要到法院去诉讼的话 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 你可不可以在线上就直接告诉我们 是的 如果市民他本身来法院开庭的话 他本身只要期待自己的证件 就可以到法院这边来做一个服务查询 想了解法院进度或是开庭日期 不用亲自跑到法院 透过视讯就有专人解答 新北市政府和新北地方法院合作 提供诉讼辅导视讯服务 民众只要到区公所调解委员会 就能和法院即时连线 把诉讼辅导透过视讯的方式 这是对民众服务的非常好的工作 那我们法治局呢 特别非常感恩我们新北地院 这样的一个创举跟我们合作 然后跟我们这13个公所大家合作 然后我们调解会就是说 也提供了告知这些民众 他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除了原本市府提供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更首创和地方法院建立视讯系统 第一阶段会在市府一楼联合服务中心 以及板桥区永和区和林口区 现行开办 民众不管是程序或是实体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究竟解决 民众在进入调解之前 他也可以去了解一些诉讼程序的一些问题 还有利用这个视讯的诉讼辅导程序的 或者实体的辅导来知道怎么打官司 来怎么解决问题 提供诉讼辅导视讯服务 除了减轻民众负担 更希望让检疫的纠纷案件 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协调处理 不必动不动就上法院 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开报到台北数位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